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黑衣侦探 今天明朝工作后的第二日卡池流水终于是出炉了 如视频所示还是老规矩 咱们先来看看某麦给的预估 第二日一百二十一万七千刀 怎么说呢 这数据老黑着实感觉还算可以啊 这个四日流水已经是能顶得上五个少前二 四个白金回廊 以及1.6个元神 4.6散兵白竹池了 和去年二游新黑马的重返未来1999 也就差着四十万刀的距离啊 不过某麦的预估数据 大家懂得都懂 也就看看图娱乐 还是要以商店排行榜的数据为准 目前明朝是在全球24个国家 及地区中排名前十 人群四大区里 国服市排在第七 美服飞榜 未尽前十 日服排在第六 韩服排在第七 免费榜方面 明朝已经连续两天 蝉联第二 宣发买量方面 仅次于DNF手游 总榜方面 是已经进入到了下降区间 目前排在第十一位 仅次于火影忍者 绿要高于麦芬 线条小狗 至于大家喜欢乐见的卡池超基准线时长数据 只能说这一本线二本线 对目前的明朝来说 还是有些太过遥远了 就知道老黑视频制作时的 今日凌晨三点 大概是有超专科线33小时的数据 看来人家明朝这波 还是有很大希望 超越隔壁新史地的散兵白竹池嘛 但也就仅限于此了 二本线就是你明朝现在 无法逾越的鸿沟 毕竟自身硬实力 差人家老米太多了 还老喜欢整花活 像什么雪豹开局内部爱 指羚羊塞长柱 以及同行任务 看板娘泱泱 人设大崩塌 指后方将士 前方将士的逆天对比文艾 至于开服首位限定up角色 纪炎大将军的话 虽然你骷髅又是改称呼 又是找警员同款CV的 奈何文艾编剧拖后腿啊 仅用一个剧情PV 就彻底宣判了该角色的死刑 前面歌叔将军 下令死守不退 烈火焚区 与boss生死决战 后面军医小阁 阵前觉醒 撤离战场 前者罪孽深重 庆竹难输 后者步步高升 忠诚将军 虽然老会知道 你们是想塑造个 明朝版的警员大将军 但给人的第一印象 却是将军舍身千秋罪 败兵先走万古船 拜托了库洛大哥 咱们玩家想玩的是 国风将军 可不是国军啊 你这PV既不交代前因 也不描述后果的 上来就先劈头盖脸的 来这么一段 你说这大家看着能不活活吗 前任将军身先士卒 就这次看看没打赢boss 怎么就庆竹难输了呢 可这逃兵们为了自保 郭全推死人身上了 好嘛 明朝正统在明朝是吧 吃完啦 回归正题 反正库洛官方 昨晚是又滑贵了一波 这次送的 终于是十发 限定持出卡券了 付金博文 不仅如此 在明天上午10点 5月26日 还会送上一张 常住持决策自选券 剧情方面的话 未来会增加跳过范围 银铃同行任务 也将会在近期开启 后续还会继续优化 战斗体验 性能体验 哎 要老黑看 你库洛官方 这就是不撞南墙不死心呗 你说你早把银铃端出来 卡池流水 玩家风评 总会恶化至此 照你现在的卡池安排 就是在拿银铃正面对决 崩铁的流营 原神的克洛林德 希格文啊 这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呢 不知道大家都感觉如何 这明朝 你们还玩得下去吗 欢迎一起来讨论哈 我讨论哈 我讨论哈 我讨论哈